好 郭台銘回來了 到美國九天 他預告要宣布重大消息 人家問他說 好 拍一個觀光影片 縱然諾 你有看沒有 我沒看 那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事情 他說我過去的一星期 馬不停蹄拜回美國重要政界人士 智庫學者 科技產業的夥伴 見到了想見的朋友 也預約了未來 即將要拜會的朋友 另外他說 共識就是台海要和平 他們要發展 就要避免戰爭 他說我會找個時間 跟大家詳細報告 他今天發表一個新書叫做 郭爸爸寫給年輕人的 三四則備忘錄 說 裡面有特別講 提醒年輕人 不要把順境視為理所當然 歲月縱使靜好 這又是指侯友宜了 卻也時刻危機四伏 所以昨天侯友宜就縱然諾 他就說就算歲月靜好 危機四伏 另外這個 他是不是會獨立參選 郭台銘說有目標就努力達成 不要去想困難 要想方法 困難對我不算什麼 因為他事實上是克服很多困難 才有今天的地位 他創事業的確是很辛苦 就開始他是做業務的 他說成功者是找方法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困難是什麼 不過有時候也不是這樣講 拿破崙曾經講過 我一輩子 我的字典沒有難 沒有困難 記得嗎 沒有困難這兩個字 結果拿破崙最後是遭遇最大的困難 好慘了 他的下場好慘了 我們看一下 主流民意大聯盟的團結 是我最支持最努力的目標 希望團結所有的主流大民意 能夠讓這個 應該講換掉這個 執政不利的 現在的執政黨 這是主流民意所希望的 我也是盼望 能夠團結所有的主流民意 一起向前行 好 郭台銘到底要怎樣 郭台銘 你比較了解他 郭台銘我覺得他的邏輯是 看參選之後民調可不可以拉起來 然後因為大家都會跌下來 他只要一參選就變成一對三 幾乎就是大家同歸於盡 所以在京主就一定當選 所以那個要求整合了 輿論的壓力就會迅速起來 你們三個人不能這樣搞 搞到大家都完蛋 所以那種 而且他搶到比較多的是柯文哲的票 大概7% 對 柯文哲會掉下來 我覺得他是在看說 柯文哲如果掉下來 他就跟他整合有望 而且我認為他最後可能會 提出一個殺手劍的條件 就是他只當一任 這樣就更有誘因 因為維漢剛剛講說 昨天他內部民調說 他跟賴清德都30%以上 但是郭台銘一上來 他就變成23或22% 就立刻不是30%以上 他也就是知道 我補充一下 也就是知道郭台銘要回來了 剛剛王輝也講 柯文哲已經說過多次 他會選到底了 可是最近有人傳說 沒有 其實是柯文哲跟郭台銘 以後會搭 他就跟他們講說就是選到底 對民眾黨來講 對我來講最好的就是這條路 所以內部總部也要跟所有幹部講清楚 我不會讓剛跑去當郭台銘的副手 剛剛康哥講的那種話是 這個就是現實 你所有民調只要郭台銘一進來 搶走最多的人就是柯文哲 他們的重疊性高的 所以他必須要決定他掉下跌跌跌跌跌跌跌 他當然有人講說現在才8月初 會不會之後要改變 我不敢說 但我至少可以負責任告訴你 就是他昨天確實跟內部講 郭台銘想要跟我搭 當郭柯沛這個事情不用再談了 對外也可敬你民眾黨所有的幹部 對外就完會應該也知道 你們去跟大家講 我不要跟郭台銘打 所以不要再有這個想像了 他要阻止這個事情發生 而且最壞的狀況就是 就算沒有選贏 民眾黨在立法院的席次有變大 對他們來講也不是壞事 那個差很遠 那個立法院多幾席又怎樣 只要不過半 通通是假的 國民黨現在有相信40席又怎樣 再給他多5席又怎樣 少5席又怎樣 你有沒有執政那個財源影響差太多了 行政院長一年兩兆的預算 國運事業再加上兩兆的預算 跟政黨普至非一年什麼一兩億 差太遠了 不管了 柯文哲說我不會跟郭台銘搭配 他有說我不會跟何惟宇搭配嗎 對 一樣的 有沒有 他有這樣講 他就是說就是他當總統參選 民眾黨選到第一個 對 好吧 你覺得會到最後還是這樣嗎 這個叫做未來兩個月還是屬於衝刺階段 就現在大家各自衝刺 我也覺得現在談什麼核都太早了 民調 因為11月才登記 現在才8月初 你還有兩 三個可以去衝 衝了結果再說 老沈 我覺得現在我們看到 都是一切 很多都是幻象 你想 柯文哲怎麼當總統 國會裡頭沒有一席區域立委 有這樣的總統 不 這樣也許有兩 三席 那這個郭台銘怎麼當總統 這是一個沒有政黨的 這是一個沒有政黨的 人家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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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是各個當事人會講假話 我不是那樣的人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覺得如果柯文哲的聲勢拉起來 他的確是可以互惡 哪一個現實你告訴我 不再說 那個現實 而且到時候也可能有些 有多一點就想參加 想參加他的區域 你既然問我就讓我講完 要不跟你說 郭台銘這次的 九天的美國之行和平之旅 是失敗之旅 為什麼 他除了去過 我的第二故鄉西雅圖 看張育成的棒球比賽 然後跟張育成合照 張育成送他一支球棒 他送給他宜蘭的土產一萬 其他都沒有消息 他只是講了一些模模糊糊 我見到我該見的人 這不符合郭董的個性 他見過Thomas Freeman 但是臉書刪掉了 因為他要Freeman背書的東西 Freeman不答應 你知道嗎 很浪費的事情 他為什麼要去美國 又走這一趟 因為在國內玩不下去 要去國內透透氣 然後找一些名堂回來報告 結果是失敗的 我覺得郭董這條路 是越走越窄 小鳳三窮水盡 因為你看 你們大家都不相信 其實柯文哲是蛇燦蓮 一支出場的說話 但是講到底線 或者是紅線的時候 柯文哲有他基本的立場 他有了一個知識分子的 殘餘的尊嚴 他講到三步一沒有 第四那個一沒有才重要 他就是說沒有我當副手的選項 說得這麼清楚 你處理人是聽得有聽不懂 你郭台銘是聽得有聽不懂 所以你們什麼配什麼配 到時候都是一場空 所以郭台銘如果真的執意要選 我覺得他是傻瓜 如果他後來不敢選了 我覺得懸崖熱馬還來得及 因為花了錢對他來講 對他92億的鼓勵來講 是小事 好不好 國民黨李德衛說 郭台銘如果參選總統 國民黨會把他過去1.1都搬到檯面上 恐嚇罪 我覺得郭董的態度跟他的節奏 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很多人都是把 到底郭董參不參選到最後 其實看在9月17號 我個人倒是認為11月24號登記之前 都有可能有不同的變數 畢竟如果大家沒有多一點的溝通的話 最後現在看起來就是賴清德 所以基層的主流民意是什麼 我相信大家都心裡有數 只是說那個整合發動機 是什麼樣的一個事件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時間 或是由誰來做 這個其實到現在 大家都還在衝刺的階段 未來可能有一些事件 你告訴我整合誰 什麼叫整合 民間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但是我要講這個 各自政黨有各自政黨的利益 包括各自的政黨不分區要去衝刺 所以當然現在 大家都在衝刺各自的選票 來 晚會 我覺得我要再次 宜蘭會不會當選 會 因為挺會 對不對 宜蘭晚會 宜蘭晚會 我覺得我還是再次 其實我們內部現在每天都會給我們 所有的這個 主要會對外發言的 包含委員跟發言人 一份所謂的談餐 他就可以直接說 這上面明明白白寫 柯文哲一定會 堅決代表民眾黨參選到底 這個是我們在此刻所 其實他這個之前都有講 只是昨天到今天 是更堅決的講這一句話 所以我覺得 我倒是滿認同剛剛趙哥講 我覺得這個階段 其實我還是覺得現在討論 所謂的要不要所謂整合 還是有點太早了 這個階段不知道我們在也 大家都應該要努力 因為我們這樣不管是 他也不是只有數學 這邊加這個 這個加那個的問題而已 因為每個人都還要在 因為怎樣加 目前看起來 有的跟賴這個人 只有差不多平平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都是 希望可以政黨輪替 在這個階段還是要繼續努力 去說服民眾 我去請教他一個問題 因為 因為昨天我講的這可能很多人 都批判我 所以我要借這個機會澄清一下 因為第一點他不排除合作 第四點他不做副手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以前也有講過 我要競選不需要說明 但是我退選我需要說明 會不會到了關鍵時刻 他的民調輸給侯友宇 然後他很在意民進黨下架 然後他覺得這個 只有我退選不去登記 才是唯一的可以符合 那四個底線的要求 所以他覺得最後我就不選了 因為我不選對我民眾黨要求 就希望能夠把部分區的名額 往上提並沒有影響 如果到時候他退選 然後國民黨就宣布說 我們樂觀其成政黨票 投給民眾黨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到目前的氛圍 你觀察的結果 柯文哲退選的可能性有沒有 我認為沒有 柯不選部分區的票出不來 國民黨要催掉 他一定會選到底 所以沒有退選這條路 其實最困難的 是條件沒有辦法談攏 你知道嗎 真的沒有辦法 條件還是可以談攏 四年前就談出個高宏安而已 沒有談不攏的事 不管 我覺得現在要談勸對誰都太早 不可能 柯文哲已經話講這麼重 你怎麼可能勸退他 何友宜怎麼可能勸退他 國民黨13個縣市長 38個還多少個立委 也不可能 郭台銘你也勸不對他 你得違這樣嚇他也沒用 為什麼 對國民黨來講 他玩得很高興 對不對 他平常 他現在你看 講任何事情出一本書 那麼大報導 隨便講一句話 那麼大報導 他玩得很高興 他現在怎麼不高興 高興得很 至於將來他如果要退 他説實一句話 我顧全大局我就退了 大家還講他 你看好 每個會員就 你太好了 太好了 他為什麼不行 他進可攻 退可守 他現在也不會退 兩個月以後再說就要再回來 就要來再講明白 你貮家 只要這段短片 他已經 полностью 了解 我真正的 你負責 你負責 我 我